郁炯錫教授 開始過享受律師生活的開始 劉炯錫教授 他馬上就要帶大家去做今天下午的活動 包括賈愛玉冰 包括喝小米酒 我們所有的學員各種年齡都有 從我年齡最高的八十歲 到剛剛還沒有 或者剛剛還在高中 或者是高中剛剛畢業也有大學生 這個年齡層的分布 其實就叫做永續社會的基礎 那我們的環境會不會永續 就要靠我們這一代跟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三一代都沒有希望 他們那些已經是施定了我們 然後我們父母親 都叫給人騙 被資本追加騙 所以每一個人從小就要努力奮鬥 然後創造你們的事業 沒有錯如果是社會非常公平 社會非常有正義 社會的財富分配非常的平均 我們的台灣也不會被今天破壞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台灣今天會變成破壞這個 這麼這麼嚴重 主要就是有些人 自己在地攤他去拿 拿一拿都走去外國去鄉修 然後台灣破壞的程度其實 給你們一個數據 有一個名詞叫做生態足跡 Eco footprint 它是測量每一個人生活所需要的土地 提供給你的自然資源 包括我們的糧食 包括我們的廢棄物讓它自然分解 包括我們空氣呼吸出來的二氧化碳 有足夠的空間讓它對流 那這樣全部加起來 你要過一個 你要過一個 今天我們台灣過的這個日子 我們需要的那個土地大概要四陰謀 全世界平均大概只有2.6陰謀 那我們台灣人又這麼多 所以我們需要的生態足跡又那麼大 所以我們用掉的土地有多少 我們用掉的土地有台灣面積的30倍 那台灣只有一個啊 所以我們要用29個台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找 29個台灣的土地 才能提供我們今天的生活的需求 那這些包括 我們吃的東西 你早上吃的麵粉 吃的麵包全部都是進口 你吃的牛肉也全部都是進口 等一下吃的麵粉 是當地的 OK好那我簡單的謝謝各位 可以在你們各行各業 而且是百忙當中 願意騰出一段時間 大家共體綠色生活的經驗 非常謝謝各位 剛剛忘記把老師介紹一輪這樣 楊之賢老師 然後那個 耳教修圖老師 然後 劉哲老師 還有老師有介紹的嗎 都沒有啊 好啊 那我們那個 我先 在簡短介紹的是我們這一次那個 這個贏的意義 其實大家 其實在一個 就是 你們是一個 在台灣的綠能發展史裡面 是最關鍵的那個先鋒部隊 因為台灣未來要面對 廢核家園就是一定要做綠能 但是其實台灣人 台灣是一個 像老師講 台灣在過去 是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 包括什麼 就是我們是缺水國 可是我們對用水 也不太節省 然後我們是一個缺電國 可是我們對能源 好像也沒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在未來 再生能源最大的挑戰 就是我們怎麼樣 在社會的各個階層 把那個再生能源的觀念 推展到各個領域去 那有來自各行各業 各系所的那個同學 我覺得 在各自的那個領域裡面 比如說學政治的 學政治的 就可以幫我們悄悄看 拜託那個社區裡面 怎麼樣和諧一點 可以有共識來做再生能源 學經濟的 就可以來幫我們喬一下 就是那個貸款 怎麼樣比較容易貸款 可以買那個太陽能板 這樣 裡面有學電機的 那最好 對 這個部落最大的意義 是因為 我們在二十年前 我們禮拜三會看 一個紀錄片叫宣導 台灣其實 在二十年前 就說我們要學德國 就是我們要有第一個 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存值 然後我們喊了二十年 二十年之後 我們還在喊說 我們要學德國 要一個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存值 對 達魯馬克的條件跟宣導設計很像 它旁邊就有一個小的水利發電廠 我們等一下會去看 那如果小水利電廠跟結合那個部落 如果真的能夠走向再生能源的話 那我們台灣就可以有一個百分之百 再生能源的村莊 那我們終於說 我們至少沒有落後德國太多年 大概只落後二十一年而已 對啊 如果現在再不做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落後 就是算不完 好 那所以這個營隊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要做很多很多的嘗試 比如說怎麼樣把綠能跟原住民的傳統的生活做結合 那比如說我們要看看 因為就是 對 會有很多 以後會 課堂會慢慢講 對 那我們就是把 老師你要給我們鼓勵一下還是 很高興 在這個地方看到大家 剛才說到 說真的 我們的綠能的部分的重要性 其實在我們台灣 我們都 怎麼 一間米糕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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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也不知道 我像這是房布列明 一台在這個地方來做的 今天我們這裡的年輕人 待會來參與 我相信這是大家很好的機會 要有機會 和大家分享一些 如果經濟的角度來看 所謂Environment 環境 Ecology Economy 還有SX 這幾個 五個一 相互之間的複雜的觀念 一後幾天 大家分享 好 謝謝 祝大家在這段時間 在台東很快樂 可能你不想我 每個人都來 台東以後你會愛上他 我昨天就來 跟劉教授我們一起 有辦一些活動 那其實劉教授有講 他說為什麼選在昨天 主要關鍵因為是今天要辦這個活動 所以他才選昨天 不過不管怎麼樣我想 台灣最後一塊淨土就在這裡 大家進行在這邊享受 好 謝謝 各位好 我是台灣環保聯盟台東分會的召集人 那各位都知道台東剛經歷什麼 災 風災對不對 尼泊特風災 那麼現在有電了嗎 您昨天住在這邊有電嗎 有 有電 有電對不對 那你看看 從那個尼泊特發生風災之後 7月8號到今天 今天幾號 18號對不對 那至少前一兩天 還有些地方還是沒有來電 還是沒有來電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台東有這麼大嗎 大到八天都還沒有辦法護電 那有的說 對呀 台東好大喔 所以電線桿非常多 所以呢 那個停電之後 這個沒辦法處理這麼多電線桿 那我們就在想 那為什麼平常就不做地下化的事情呢 一定要每次在風災這麼多的台灣 每一次都來扶正電線桿 好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想到 除了說 這個 不應該有的這種工程 或者說工程應該更為改善沒有做 第二個 在台灣提供電的 只有一家公司 那一家叫什麼 台電對不對 只有一家 為什麼 為什麼只能一家呢 所以你打電話去 那台電說 你你我們記錄下來 你等一等 你等一等 你等到什麼時候不知道啊 他們知道跟你排哪一天才來啊 你不曉得啊 所以這個就是其實我們應該去思考的 為什麼工電只有一家 難道不能有更多地區更多公司 提供更多樣的電力嗎 發電嗎 那我想 台灣早就應該這樣子做了 早就應該 電力呢 是多元化的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掌控所有的權勢 掌控所有的評估 掌控所有的供應 我們今天看到的台電就是這樣 他一直跟你講 有電不夠 會缺電 所以我們要核四 為什麼要核四 難道不用核四就不會有電嗎 就不能有電嗎 所以這個是 真的是我覺得台灣應該早就檢討 就像剛說了 慢了二十年 但是慢了二十年 我們還是要起步嘛 我想起步 也許我們可以從現在這個大陸馬克東興新村開始 我們怎樣建構各個區域更小區域的供電系統 不要受制於 受前置於台電 受制於一家公司講的話 今天好像連立華為要跟他要那個資料 電的資料 他也提供不全 那好像是什麼秘密 不能提供 拿不出來 怎麼回事 所以剛剛秉康也說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從現在這個地方開始是一個台灣可以改變 每一個社區有更多地區能夠電力自主供應 而不再受前置於台電的 我想我就從台東的這個尼伯特颱風來說 我們真的需要有很多不一樣的多元的供電的系統 供電的單位 那我們就做一個取席吧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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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東的這個圖書裡裡面可能有概念 大概說明一下 很多人都說 我媽媽的想法是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說人要去 就要過世了 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梁老師是天堂 信耶穌得有生 不是永生倒下去變水牛 最近有那個 耶穌永生的那個 我們達路馬克是什麼 生在這裡 長在這裡 死在這裡 靈魂留在這裡 所以 在我們 開始要導覽之前 我先 自我介紹 我來到台東 1994年來到這邊 我還在這邊學習 一個千古的部落 他怎麼樣 跨過千年的歲月 而還跟環境可以共存的 而自然度很高 那是為什麼 如果像 清國 民國 他們都滅亡了 我們都把他寫中華民主 中華民主是北人發明 沒有那個叫中華民主的 唐是一個國家 他滅亡就滅亡了 民是個國家 滅亡就滅亡了 但是 達路馬克國 幾千年前 到現在都還存在 對不對 這個才是 一個 我們Triple Nation 那 他的一個哲理概念 我先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 過來這邊 我們看往那個山上 山上那裡 有一點中間的地方 那個那座山的 中山腰 那個叫Debrun 他們部落 很久 七世紀時代的部落 一直到這樣 那我們呢 他們的山上呢 他們叫 魯凱 魯凱 魯凱就是山的身體 我們山呢 有山的頭 山的頭 山的身體 山的腳 我們現在是在山腳 山腳的地方是什麼 晚上蚊子就會出來的地方 那裡會不會有蚊子 不會有蚊子 沒有蚊子的地方 所以蚊子在哪裡 在山腳 洪水在哪裡 在山腳 因為這裡很炎熱 要吹冷氣 山上要不要冷氣 不用 所以他們是住在魯凱的地方 所以被 後來有人把他叫魯凱族 實際上魯凱不是族 魯凱是一個空間 在達魯瑪克叫 德凱 霧台鄉那邊叫 德凱 他比較清陰 那 好 我們身在 這個魯凱 長在魯凱 靈魂留在哪裡 不是魯凱 在山的頂 山的頭 叫巴伯任的地方 巴伯任 巴伯任就是 那個魯凱在上去 現在被雲霧遮擋的地方 在達魯瑪克 是說有塊木生長的地方 就是屬於巴伯任 就是我們神靈居住的地方 也是我們這個靈魂歸宿的地方 那 每年像七月份過幾天 他們要去引領 要從巴伯任把那個祖先的靈魂 引到魯凱 然後 小米收穫祭祭祭會開始 那我是講到說 今天 一個台 在台東 我們這裡 叫達魯瑪克部落 跟他同一個慈禧的 旁邊 左邊這邊 有台東大學 台東大學在這邊 是2003年才開始 那旁邊呢 在達魯瑪克是屬於哪一個部落傳統領域 有一個部落叫 現在頭部 大概76歲 那 他是第幾代 第69代 所以台東旁邊有資本部落 他們跟資本是同一起的 資本大概是比較聽過 Kassabagan比較沒有聽過 Kassabagan69代 資本69代 也是那麼多代就對了 那達魯瑪克也是 換句話說 2000年前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族群 一直在這邊 長長久久的生活 這個叫做永續的典範 所謂永續 不是永續發展 不是發展發展在發展 那個就是落入我們張老師講的開發派 那個叫發展發展 永續發展是環境能夠保持高自然度 環境保持良好 社會還能夠完好的一個發展方式 Sustainable 然後development 那今天問題就是我們整個政府 大概都是development 的那個概念 我們什麼 轉回來從development 變成sustainable 這個概念 所以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不是不發展 但是它一定要有sustainable 永續發展 不能不是說反對發展 而是要永續為前提 那道路馬克就是一個典範 但是你不能叫做 哎呀你們很典範 對對對 你們應該回到以前的山上 不要用電 那個好像也不會有人到 所以我們呢 也需要有綠能 所以我們在道路馬克老部落 現在也有太陽能發電 那以上呢 我先介紹用這張圖 介紹這個圖的概念給大家 就是它空間哲學概念 歷史空間哲學概念 中華民國遠遠不及耶 那個元皇子孫是騙人耶 沒有元帝也沒有皇帝耶 我們為什麼要活在那個騙人的 中華民國的歷史裡面 為什麼我們擁抱這種 台灣本土的有千古歷史的 好 那我們 我就講到這裡 我們的最佳導覽已經到了 謝謝 我們請文奈學會理事長 我們請文奈學會理事長 歡迎文奈先生 來跟大家做導覽 來 大家好 開始 不用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他看到 你怎麼差在這邊 你還沒嗎 對對對 看人不見了 你們要直接搭去的 對啊 對啊 還沒嗎 要先導覽耶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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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老師第一次來這邊嗎? 來這個部合 來這個部合第一次 第一次喔 好好 達魯馬克 他們喔 我們叫做東興新春 這是國民黨的名字 國民黨的聽就知道了 東興新春 還有一種叫大南聖 我們這個叫大南 阿媽什麼叫做東興新春 因為他們說大南 大南差不多 他們也要去那裡 他們也要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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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很辛苦 好 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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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開到這邊 而且沒有被夫妻 一天 好 那大家就盡量往這裡靠 因為一個主要的部落的道路 就有很多車輛 首先呢真的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达鲁马贵部落 达鲁玛搭了这个母音里面是我们的意思 达鲁玛在阿美族、北南族里面呢 还有排湾族呢 他们的这个发音里面 这个达鲁玛是家乡 所以达鲁玛是我们的家 所以你们都来到我们的家了 是这样大家的家里 是原乡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解释成 达鲁玛这个民主在这里呢 是很团结的一个民主 是这样 好 那各位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很谢谢 听说还要有四天的时间 为我们部落呢 这个志工来推动这个所谓的绿能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全国 好像也是第一个部落在做 我们也期待 但是呢我们又这很专业的东西 站在部落里面来讲 我们也从技术面来讲 无能为力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只好就全力来配合 这样子 对非常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先从比较文化性的 部落的生活的这个部分呢 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我的部落了 好那我们这一站这边呢 我们看到前面呢 有师傅的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哦 我们卢凯语的发音呢 叫 达克阿拉 达克阿拉 比较难念啦 不重要 翻译成叫 首富神 那他这个 他主要的文化的意言呢 就是他就很像我们的 我们一般汉人的土地 土地福德正神 他是保佑我们这个领域 传统领域的这个人的平安 还有万物的平安等等这些 他有守护的意思啦 那另外一个呢 格阿拉 母音里面讲的也是一种界限 也是一个春界 这个生活领域的一个春界 所以呢大部分这个 都会放在部落的入口处 会放在部落的入口处 所以他有听听 保佑平安 守护着大家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请大家在这边 聚在这里呢 我们会用部落的 很简单的一个仪式 等于是 透过我们的一个仪式 告诉我们的主邻 有一群 关心我们部落文化的 一群人呢进入到部落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呢 各位都了解 也许在过去后 还没有大家 就是不允许 外面的人进入到部落 那时候比较 会比较保守 那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 等于是告诉我们的主邻 为我们这一趟 进入到部落 能够很平安 告诉我们的主邻 要不然的话 你们没有卢凯的标记啊 这样子 没有开玩笑啦 其实这个是 保佑大家 这四天五天来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平安 还有工作上 都能够顺利 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会用槟榔呢 简单的做一个仪式 那再来呢 就是在这里 特别要告诉大家 你们大概会有 四天的时间在这边 尤其呢 我们现在是正在过 收货季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有一些竞技 真的要告诉大家 那有很重要 就是进入到我们部落 现在尤其是这个 收货季期间 有一些场合 譬如说在我们的会场 收货季的会场 要进入之前 如果有碰到我们族人 问一下 可不可以做什么 可不可以做什么 可不可以进入 可不可以照相 可不可以做什么 问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碰到我们族人 或是不管在哪里 尽量不要打喷嚏 打喷嚏是我们 视为不吉利 不吉祥的 尤其各位又是外地人来 那个感觉就会是 这外地的怎么带喷嚏来 这个意思 是怎么带不吉祥的进来 各位了解 好 怎么解呢 如果说真的是感冒 鼻子痒 或怎么样 赶快捂着鼻子 往后退 就是不要对着人 不要对着那个场合 尽量小声一点 真的来不及的话 就小声一点 这样子 赶快捂着鼻子 赶快往后面走 这个事件 就把它给解开 然后就说 对不起 你一讲对不起 他马上就知道 你知道我们的习俗 这样各位了解 后面都有听到 我想就这一点 尤其这个时间 还有这段时间 我们的青年团 这些青年 是会比较严格执行 管理的这个部分 尤其刚刚我讲的 那个场地的 会所的场 附近 他们现在都在工作 所以可能看到陌生的一接近 也许会比较会直接 会驱赶 或是会善意的 会说这里不能进来 请各位多多包含 请各位多多包含 这个我想是应该是这样 那至于其他在 晚上的部落 在这里走动 什么的 那都没关系 但是自己的安全要注意 也有很多车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行我们的仪式 那一样进来之后呢 尤其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就真的不要打本体了 做仪式 我们叫阿萨理事 理事就是仪式的仪式 阿萨就是进行的仪式 阿萨理事 那这样子 好 那各位呢 也可以用你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用你自己的方式 也祝福我们彼此之间 用你自己的方式 用祷告的也可以 没有香 那我们就用双手举香也可以 OK 哦 掉了 不好意思 是我太激动了 不会不会 好 那因为呢 是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如果不怕太阳的话 可以往前面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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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順利也跟著我們的工作能夠結合 第三個呢 我祈求我們太陽神 Sumala Line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神話故事 太陽之子 因為這次我們是要用太陽能板 那跟太陽有關係 我們求他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個太陽能呢 將來加設以後 我們的電能夠充足 能夠使用的 擁有源源 能夠保佑我們平安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往大蘭國小 我們到大蘭國小的那個 這個生活文物館那邊看一下 了解一下部落的生活用具 好 我們這邊請 這一棵是什麼樹 這一棵 這幾棵 這幾棵 哦 軟樹 哦 對 軟樹 那這個軟樹 跟我們台風有關係 那過去啊 沒有 現在電視啊 什麼 看那個氣象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部落很聰明哦 這個呢 我們稱它為氣象樹 也可以 算是氣象樹 就是說 當台灣軟樹 開花時間 台灣軟樹大概什麼時候開花 拆 亂拆都可以 四月 四月嗎 有沒有 再拆一下 五月 五月嗎 還有沒有 六月 六月 下一個是七月 七月 沒有花 沒有啦 台灣軟樹呢 是在秋天 大概是在九月啦 開始開黃花 然後那它就會變紅 那我們部落的人 看到這個台灣軟樹 我們叫拉阿子 看到這個拉阿子 拉阿子開花的時候 假設在開花時間 有颱風來 哦 我們部落的人 就會特別的緊張 開始要做綁台 以前的都毛草屋嘛 就要用那個什麼 綁啊 固定啊 甚至於啊 準備好颱風前呢 都要先去把那些 呃 備料齁 甚至都要準備好了 這樣子 包括素材啊 竹材啊 或是毛草啊 這些先準備免得颱風一來 這些都斷了 所以呢 他們就看到這個台灣軟樹 開花的時候呢 特別特別要注意 為什麼呢 秋天的颱風叫什麼 哦 秋牌 秋牌 秋牌不強 很強 很強齁 老人家都知道 你看 都是老人家的最大 有經驗啊 這叫是經驗啊 對對對 這叫經驗啊 這個要傳承啦 秋牌很厲害喔 比賽這個颱風很厲害 好 那我們部落的人就知道啊 秋天來的颱風 特別不一樣 特別強啊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一種 植物上面所獲取的 那他什麼 知道什麼時候颱風來呢 就是說颱風 距離我們部落多遠呢 另外一個植物叫做白炮子 那白炮子的植物呢 它的这个叶背呢 是银白色的 银白色的 它的正面呢是绿的 所以那你平常看呢 是绿油油的看不出来 但是呢如果那个风啊 台风呢 距离我们这里比较近的时候 它不是就会有气流扰动了吗 就会滚动了 气流到 那风就开始吹了 那银白色的那个白炮子 就在山上招呼你 风来了风来了 白啊绿啊白啊绿啊 就扰动了 那个就是一看到 哇距离呢就很接近了 开始就要做防台 或者是疏散 或者是注意一些事项 所以那这两个植物呢 对我们部落来讲是 台风季节之后很重要的 那当然啦 它也可以拿来当素材 可以烧火啦等等 这些啦 好那我们往前面 好 好那我们再往前面 這張主要就是告訴我們 包含我們自己部落的族人 尤其是我們部落族人 比較沒有接觸到 類似像這種國際性的這種 我們講的一些基礎 所以我們在規劃這個的時候 特別用南島的遷移的 這個路徑告訴我們部落 尤其是我們國小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台灣原住民 並不只有孤單單的在台灣 從南島語族的論述裡面 從台灣一直到紐西蘭 到復活島 東岸的復活島 這邊復活島 然後到非洲東岸有一個馬達加斯加 這樣這麼大片的一塊地方 這個島嶼上的我們講的原住民 原住民族 講的話 講的語言是相似的 相似不見得相通 我們這樣子講 意思就很像我們漢語系 北京話 佛羅威 客家話 那個都叫漢語系 你經過一點點學習 你馬上就可以跟它互動 因為有很多字根都很接近的 那南島語系就跟漢語系是完全沒關聯的 但是南島語系 它們有很多字根是一樣的 譬如我們講的1234567890 盧凱語發音 呃 盧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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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啊 講的是利馬 還有眼睛啊 盧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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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耳朵 盧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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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講那個鼻子 盧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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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有 很接近啦 最難倒國家 將近四億人口 哇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台灣原住民在這個部分 在南島這個來講的話 台灣就佔來很重要的一個研究的一個地方 王老師 可以我插準 我跟張老師剛剛在這裡住了九個月 所以我們都去了這些地方 然後本來還想去這裡 所以很高興今天看到這個東西 喔 是喔 而且利馬 他們也叫做利馬 是喔 對對對 利馬 太美了 謝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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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人在這裡 這個人也是 這個也是 喔 真的喔 哇 那表示我沒有亂說啦 沒有亂說 就真的啦 是是 欸 真的喔 欸 這個 紐西蘭的毛利族 來過我們部落 不同梯次 不同人來 他們每次來 他們對盧凱族 毛利族 對盧凱族 特別的有感覺 欸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毛利族認為 盧凱族的社會階級制度 跟毛利族非常的像 那我們盧凱族是長男繼承 他們也是長男繼承 我們有男子會守 毛利也有男子會守 只傳男不傳女 女生不可以進入會守 毛利都跟我們很像的 非常的接近 所以他們每次來這裡 就每次就很認同的 就我們是一家人 類似這樣 甚至他們在世界各國 南島民主就請毛利 或是我們到大溪地 萬納杜等等這些 他們都有一些 有認識南島民主文化的 他們就會講台灣是Mother Island 就是我們母親的島嶼 他們都會公開這樣子講 這個是以後我們都有機會再互相學習 好 我們再說到小部落 達魯馬克 好 來來來 我們來看 這邊前面這幾張照片 都是過去日本人在乌洛做的一些紀錄 那這一張應該是在1896或是1897左右 日本學者鳥居龍杖來拜訪過乌洛 他有拍這樣的一個照片 也讓我們看到我們一百多年前 達魯馬克族人的樣貌 這些應該都是頭目家族 所以他們的穿戴非常的華麗 他頭目有穿戴華麗的服飾的權利 所以他羽毛還有肩帶 這些肩帶上面的 我相信一定是很真實的貝殼 貝殼 這個是這樣 然後後來到了1943年 也是一個日本學者叫黑者龍草的 他也來做音樂的一個調查 前面這幾個都是他拍的 當時我們這裡都有那些傳統的業器 筆底 口笛 宮琴 口還琴 那時候都還有 結果現在我們都不會使用了 很可惜 另外這個是到日本戰爭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很熟悉台灣原住民有很多都到了南洋做什麼 義勇金 高砂義勇金 高砂主 高砂義勇金 那前面一二三四四位 唯有這個前排的左二 前排的應該是他左邊 只有他一個人生完 其他的都沒有回來 另外我一個舊公 不在照片裡面 我一個舊公他也是高砂義勇金 他出入南洋兩次 那第一次去的時候 凱旋回來 哇 日本人給他掛很多彩蛋 順便他要一個任務 還要再招募更多的高砂義勇金去 因為他那時候是讀農校初中高中 他日語講得很好 他又代表高砂義勇金去招募 結果他又下去了第二次到南洋 然後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 那日本一直這個節節敗退了 他們準備要回台灣 結果接近台灣在菲律賓的外海的時候 美軍的那個魚壘就炸成了他們的船 日本的那個艦 結果他就炸到一隻手被斷 回到部落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對我的舊工來講 他是很光榮的 他覺得這件事情 所以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時代的背景都不一樣 但是相對的 日本人當時對他 參加高砂義勇金也相對給他榮譽 本來要把他接到日本去 就等於是 就很像我們講的農民嘛 就像現在農民 國軍農民的制度 本來要把他帶到日本去 繼續培養他的 但是因為我們部落的長輩們不讓他去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後面這幾張照片 這都是我們部落的 像這個在大概民國60年左右的會所的青年 各位有沒有看到 怎麼都會綁白布條 又是白衣服 白長褲有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去殖民化 還在日本人的那個青年團的印象 各位瞭解 所以你看 那個都是日本青年的那個 從傳承下來 就日本那個時候 一直都沒有改 一直都沒有改 其實一直到了民國83年的時候 我擔任青年團的團長 我把他改掉了 我跟頭目討論 我說是白色的 我自己也是綁白色的 我是覺得這個不是我們的文化 就把他給改了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傳統的裙子 然後上面呢 我們就用那個毛線 作為晉身的一個象徵 白色的全部都把它給去掉 就是這樣 好 我們這裡面很熱的 我們就簡單講一下 好 那這張照片呢 這張照片是古老的照片 就是鳥居龍藏在我們舊部落 我們叫卡巴里瓦 卡巴里瓦 我不知道這次有沒有安排到 就是在我們舊部落移植 發電廠還進去山區海拔大概是600公尺 那個時候還居住在那裡 所以鳥居龍藏1898年 鳥居龍藏來做訪問的時候就拍攝了 所以我們注意看這張照片裡面 可以反映出當時的這個部落的婦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照片裡面 他有帶手環 琉璃珠 手環還兩隻 左右手都有 然後還兩位婦人抽菸 然後照得非常的自然對不對 那我們在很多的文獻的書籍的照片 我們看到日本人拍的都是很嚴肅的 都是站著直直的 向左轉向右轉 拍的全都 暫時我們看這張很生活畫 所以很自然 可見著當時生活的很安慾 沒有受任何特別的約束 也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時候的穿著 大概就很簡單的一些布料 簡單的一些 色彩都比較單色 也有可能取得的布料不容易 所以才簡單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到頭目家裡了 好 我們繼續要往前面走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路上來談 好 那 連海洋呢 我們都不熟悉 所以呢 沒有把海給弄進來 我們看到的這個呢 是台東市 台東市的平原 因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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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屬於比較山區的 那從我們的神話故事裡面 我們的神話的傳說 我們就是從肯杜爾山來的 在我們的洪水的故事 神話故事呢 我們都是 認為呢 我們就是從這個肯杜爾 我們叫 京都爾來 所以我們就會從這個地方呢 往下牽 哦 牽到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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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故事 就是 呃 大概在1643年左右 荷蘭人呢 曾經沿著我們這條溪 上去到舊部落去 我們那個時候就在這個地方 那荷蘭人呢 就被我們追殺 等一下那個故事我再講 後面八話都有 然後呢 因為在大布朗 發生了瘟疫 發生瘟疫啊 其實對我們部落來講 有發生瘟疫 或者是有一些天然災 災害 那我們就要牽村了 就會離開 就會離開 往到這裡 馬都魯都魯 然後呢 短暫的居住在這裡 又往到比較高的高處 在 達摩魯魯沙 那這個 達摩魯魯沙海拔呢 大概是八到九百 這個地方我就去過了 這裡還有一個 還有那個聚落 很完整的 死板的這個烏鷲 不過那都已經塌了 那裡都已經變岩石嶺了 非常的廣 非常大 正好是一個 這個很平緩的一個高地 那因為這個地方 接近林縣 山林的林縣 那風切很大 聽老人家講說 那個地方很冷 第二個呢 取水不容易 所以在這裡 居住的也沒有很久 後來呢 就牽到 喀巴里瓦 這個喀巴里瓦 喀巴里瓦 那這點是喀巴里瓦 1923年 日本人呢 就 就 強迫我們往下牽了 那這裡會提到 馬家鄉的 巴黛雲 其中有一隻啊 其中有一隻是 從這個 巴黛雲 排灣族呢 遠從大五山下 遷移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兩個民族呢 這兩個 後來就融合在一起 那這個就牽到Duo 這個呢 牽到Yerila 等一下到發電廠的時候 會經過這個啦 會經過這個移植 然後我們到了1941年左右呢 就牽到現在的這個位置 那是日本人為了方便管理啊 因為在山區啊 它管不到 這個一散到後面去 它就找不到人了 而且那時候我們部落呢 都擁有槍支 從河南人呢 就已經有 甚至到清朝時候 都有槍支的這個貿易 交易啊 所以日本人呢 為了要管理 所以就 這個特別的管制 這是遷移石啊 好 那我們就再往這邊走 我們到了這裡呢 好 我們看到 就有所謂的 洪水的故事啊 那幾乎台灣原住民啊 都有洪水故事啊 那很有可能喔 台灣原住民是不是經歷過冰河時期啊 冰河時期結束的時候是在8000年前啊 如果說真的原住民那個時候呢 就已經有經歷過冰河時期 因為冰河時期開始暖化的時候呢 海水面就開始 漲了 那個海水呢 是整個往上升 就淹沒很多的那個 是不是這樣 還是就真的 不是了得 為什麼台灣原住民都有洪水故事 所以在我們部落裡面呢 一樣 當時呢 就剩下一對兄妹 在墾渡爾山 在高山上面 然後呢 遠方呢 在東方呢 太平洋的東方 遠遠看到呢 有火 就請動物呢 去取火 所以呢 我們達魯馬克的人呢 才會有這個火 繼續的繁衍下去 就開始有家庭了 那 另外一個呢 就是 這個蒼蠅啊 這個綠頭蒼蠅 那個很大隻在山上的 那個很大隻 它在樹幹上面停留 然後 它搓那個前肢 它看到這樣子的抽籤之後 產生靈活啊 人呢 就看到蒼蠅呢 就學 鑽木取火 也是一種火的一個來源啊 這個呢 都是神話故事啦 好 我們再來看了 然後後來呢 就到了我們講的 就是真部落時代 剛好提到的 1643年左右 這個荷蘭人呢 他們來東部 主要呢 是尋找所謂的黃金河 尋找黃金 那 他們就到了東部 從台南呢 繞過了這個 俄蘭筆呢 幾乎呢 在東岸 就每一條溪呢 都探勘 大概1643年左右 到了我們的達魯馬克 就沿著我們這條大南溪呢 往上 然後呢 我們其中有 兩位這個富人啊 這個就看到了 欸 遠遠呢 有一群人在那裡 那他形容的就是說 喔 他們都 這個 嘴巴會冒煙冒火啊 然後呢 全身長得是毛 眼睛是紅的綠的 因為抽煙嘛 抽煙啊 以前 當時不會抽煙 他說 會吐火 會冒煙 然後呢 全身是毛 可能是胡鬚啊 那個眼睛 外國人的樣子嘛 那一定是藍的綠的啊 所以呢 很可怕 沒看過這種人啊 所以呢 就通報了 我們當時的 青年集會所的男子會所裡面 一看到呢 欸 確實有這樣子 一群人啊 就 呃 就驅趕 驅趕當然就是 這個追殺 所以呢 荷蘭人呢 在這裡有死了很多人 那其中聽說啦 聽說有留了一些 就是 呃 就是 呃 聽說割他的舌頭 就放住 啊 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是在 呃 荷蘭人的這個日記裡面 是被記錄為敵人的 敵翻社 這敵翻社 啊 被記錄的 那 其實在我們戈壁村呢 泰安村 就是 張惠妹的這個村 啊 大八六九社 同時間 差不多也在一 一 一六四幾年的時候 他們也是啊 荷蘭人經過那個地方 他們呢 欺負當地的 大八六九社的婦人 所以他們的有一個舞長 喔 那個衛石禮舞長 被泰安的悲難族人殺害 呃 他們那個五 都被殺害 荷蘭人呢 就真的派船艦 在東安 在我們台東東安下毛之後 上岸追 討伐 叫悲難 悲難社的 這個大八六九社的人呢 啊 早已經放了哨所看了 哦 遠遠就看到荷蘭人來 他們就已經 躲藏到深山裡面去 荷蘭人到達大八六九社的時候 只有剩下空的毛 毛 這個茅草屋的防射 人都不見 所以呢 荷蘭人就一拔火呢 就把大八六九社全部給燒光 啊 是有這樣的一些過程啊 所以當時荷蘭人來東部尋找黃金 也碰到很多原住民的阻擋 甚至有一些衝突 那後來越往北 齁 就越沒有衝突了 因為啊 越往北 他們就知道 荷蘭人的厲害 因為他們都帶槍嘛 他們都形容說 還沒有接近 還沒有打 我們已經倒了 還沒有打 喔 他們帶的是什麼武器 不曉得 齁 就這樣子 因為那個槍 當時原住民不曉得 所以後來他往北 呢 就大部分都比較友善 因為他們也不是為了要掠奪 他們只是要找黃金啦 好 這是荷蘭人 後來到了日本人 剛剛講了 到了日本時代呢 繳械了 看到沒有 這個民主啊 你的槍呢 交給人家 那就表示什麼啊 你已經沒有這個抵抗能力 啊 就是這個順服他們了啦 投降了啦 啊 是這樣啊 到了日本人 那時候他們管理的更嚴格啊 啊 所以 啊 導入棒呢 也經歷了荷蘭 經歷日本 反而呢 清朝呢 清朝沒有經營東台灣 所以呢 那一段呢 大概是比較稍微模糊的 我們這裡比較沒有被記錄到 啊 啊 好 那到了 啊 今代呢 我們每一年的七月份 啊 都還會舉行我們的碎石祭儀 小米的收穫祭 啊 正好各位呢 也安排這個時候來 啊 正是時候 在七月二十二 二十三這兩天呢 正好會舉行我們的 小米收穫祭裡面 最後的慶典 最大盛大的 這個鞦韆的文化 啊 到時候呢 可以大家一起 啊 觀賞啦 吼 好 哇 大家都很熱了 我們到榕樹底下呢 喝洛神花茶 好不好 好 我們那邊休息一下 也有reibt香 空間是無鄉的 我們足以去整個 後面的 這邊我們這個 葡牧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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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來做紀念品 那這邊呢,也有洛神花 這個是紅布的鄉村茶 也有洛神意見 有酒精喔 有酒精喔 有開車的先去開道,不要彷彿的話,不太親吻